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比Better You做更好的自己節目之 尋找台灣大演說家系列 今天非常開心 我是童文 還沒有公佈主題之前 我先請教一下 在座各位 你們曾經在自己的正職工作之外 同時還有兼職做其他工作的 請舉手讓我看一下 哇幾乎全部啊 還有後面 後面也是 好 謝謝各位 真的是 那我就不用問沒有兼職的 因為好像沒有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就是 到底應不應該兼職 為什麼我們要講這樣的一個題目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警訊出現 他們說在未來 有47%的人類工作 會被機器取代 很多年輕人聽到這個之後 非常的擔心 甚至我們在擔心我們的下一代 我現在要讓他學什麼 未來他才不會被取代 而同樣的因為少了很多的工作機會 我們的收入怎麼樣 減少了 過去17年來 我們的薪資不增反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兼職 好像沒有辦法供應我們 現在目前在台灣的生活 今天我們就要討論這樣的一個題目 到底適不適合兼職 當然在討論這樣的題目 我們要請到的評審 自己也要非常的無少也見 做過非常多的工作 先來 歡迎我們的資深媒體人胡志強 大家好 其實我跟童文分享一下 那個 大家在講兼職這件事情 我有一個以前在東京電視台 TBS的一個記者朋友 他呢是東大的高材生 那有一次呢 我就跟他吃飯的時候 他說 我晚一點我可能要去上班 我想說 你不是就是一個記者 你要上什麼班 而且記者這麼忙 還有辦法兼職喔 他有辦法兼職 因為他去了牛郎店 哇 對 然後我就問他 我說你去牛郎店的目的是什麼 他說有兩個 第一個因為他是社會記者 喔 對那所以他認為這樣才能夠 探訪一下社會現實面嗎 對 這是一個 第二個其實也是比較 就是比較現實的 他要還學貸 喔 對因為他剛畢業 對那所以說 堅持到底有沒有用 其實我們大概可以聽聽 接下來我們要請到的就是 我的好朋友康仁俊 掌聲歡迎仁俊 大家好 他剛剛講無少也見我就好害怕 我想我馬上思考了一下 我做過多少監裁的工作 我發現我真的 蠻賤的 做過哪些講的 你媽媽店也去過嗎 沒有 那個倒沒有 我去過麥當勞 做打陽班 那是我的兼差的第一份 然後我後來就 因為工作的關係 有時候晚上還比較閒 我後來就 去救國團兼差 教吉他 教烏克麗麗 教卡拉OK 然後後來有在做 兼賣樂器 那些都是兼差 那其實我覺得 做這些事情 其實我的心態是快樂的 因為我不是那麼單純 為了錢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從裡面學習到很多 我可能在我原本工作領域裡面 所得不到的知識 所以其實剛剛仁俊 點出了一個點 就是我們兼職 其實有很多的目的 對 不見得是為了錢 可能是豐富我們的人生閱歷 或者是對我們的未來 會有所幫助 當然今天最重要的 兩位主角 就是我們的兩位演說家 讓我們掌聲歡迎第一位 演說家徐彥東 好 另外還要介紹我們的第二位 大演說家鍾振鋒 我們那個願望 我們想要過好生活的欲望這麼的強 可是我們的實質的薪資收入 是一直在倒退當中 我們從大學畢業之後 我們開始投入職場 然後從022K開始 到現在到薪資到固定 就是沒辦法再突破 可是我們的願望是一直 人是一直追求進步 是一直想要往前成長的 可是收入沒辦法增加情況底下 我們又想要過比一般人更好的生活 那這時候我們是不是一定想 要額外的收入來源 那這時候怎麼辦 是不是要監裁 如果你的工作 你的收入可以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的高 你根本不用做監裁 可是監裁是因為說 我們對現有的生活不滿 可是我們又有能力 我們甚至可以有多餘的時間 然後可以讓我的家人 甚至我自己 過更好的生活 像我知道很多年輕人 他想要環遊世界 他甚至去到世界各地看看 可是他沒辦法 自己採取很自由的方式 那他只能用什麼方式 去國外打工 簡單說就是去國外上班 然後打工之後呢 只能在那個國家的附近 就是走走看看 可是我們真正所追求的環遊世界是 我今天想要去巴黎 我就要去巴黎 然後我可以在那邊待 一兩個月 然後了解他的風土民情 可是回歸來一句 你想要過好生活的方式 還是在於你的收入夠不夠好 夠不夠深 那不夠深 那這時候是不是 你選擇在你下班之後 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很重要 我相信在台灣 大部分生活過得很好的人 甚至是我們講的 所謂有錢人 他在下班過後 他絕對不是去休息 他也絕對不是去玩樂 他一定是去結交朋友 然後甚至是學習 然後第三個 就是做一些跟 增加收入有關方面的事情 成就我們今天評審所講的 他自己兼差就是兼了很多 如果他還是維持原有的方式 做好他的工作 我相信他沒辦法達成他自己想要 達到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們給我們的評審一個 兼差完一個掌聲 所以我相信 這一集就由他來講 應該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我來去當評審好了 我們角色對調一下 好那我的論述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彥東 好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請到 我們的第二位演說家 正峰 我今天會站在反方的立場 其實我今天會用一些我的故事 還有我的經歷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首先我是一位科技的工程師 那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 如果你有一份正職的工作 像我當時 我為了這份工作 我早上七點起床 八點到公司打卡 工程師是責任制 我永遠不知道我幾點下班 通常能夠七點下班 就算很厲害了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 在上班時間 頭體力精神上的疲勞轟炸 所以我會非常擔心 跟懷疑的是 我是否還有足夠的心力 去升任另外一份堅持的工作 並且把它做好 好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我剛剛提到 如果一份正職工作 消耗的我們平常 十到十二個小時 如果扣掉睡眠時間 我們到底 還能夠有多少的時間 來去做一個兼職工作 而這個時間 如果你把它換算成收入 所增加的這個收入 真的能夠改善生活 提升生活品質 並且做想過的生活嗎 這也是我比較懷疑的 而且你在體力最大化 時間最大的情況下 會不會造成另外一種身體的負擔 而你的負擔 又能夠支持你的身體 到什麼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健康 這也是有可能的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希望正職上面的工作 都能夠有所成長 有所累積 甚至在我們階級上面 可以有所突破 有所進階 這是我們每個人 在一個正職工作上面 都會希望得到的一個結果 可是反觀 大部分的兼職工作 它的狀況是什麼 都是現學現做的 它不太能夠有任何的專業的累積 就我過去兼職的經驗來看 那第一個 不太會有專業的累積 第二個 它很難跟目前的正職工作 做一個相關聯的一個結合 所以我認為 這是一個比較 時間花的比較不值得的部分 那第四點 第四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關於家庭 我們工作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得到家庭的幸福 把家庭顧得圓滿 可是如果說今天我下了班 我唯一期待的就是我回到家 我的兩個女兒會衝過來跟我抱一下 我就是為了那麼樣的一個畫面 所以我上班非常的認真 可是如果我因為一個兼職的工作 而我必須長時間的 必須離開這個畫面 並且少了家庭的圓滿 少了家庭的和諧 那麼我覺得 以這樣的機會成本 來看待兼職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也是不值得的 好那基於我個人的故事還有以上的論述 好這是我站在反方的立場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正鋒 我剛剛聽到正鋒他所述聚約 他覺得是家庭生活是比較重要 那我們是不是希望給小朋友過更好的生活 如果你現在的收入 沒辦法滿足你 甚至能夠照顧你給小朋友更好的生活的時候 這時候兼聚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還是在原本的 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還是維持原有的收入 那我們都知道 花費是無窮 只盡 會一直一直在增加的 那請問 你會有更好的方法 能夠讓你全家人過更好的生活嗎 好的 謝謝彥東的問題 其實在這個時代是萬物皆長 其實我也非常同意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好了 在各位所認識的朋友裡面 有沒有一些人其實他只有一份工作 可是他一樣可以過好生活 一樣可以擁有好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個人認為 有的時候並不是我們做一份 做兩份或做三份的問題 而是我們在選擇工作的問題 比方說大部分的人呢 我們在選擇 包括過去我也是一樣 很多時候我們在選擇工作 怎麼選 我們選好做的 喜歡做的 想做的 有興趣做的 而不是應該做的 可是大部分這些好做的 有興趣做的這些東西 這些工作 通常這個報酬跟收入 並不是太高 會想不想有一部分的人 他是這麼想的 他會選擇的是做一個 應該做的 值得做的 有價值做的 有潛力 有發展的 一個 甚至有挑戰的工作去做 因為他非常清楚知道 他做了之後 他未來可以得到什麼 並且可以擁有什麼樣的生活品質 而他選擇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而當我們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之後呢 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要在那個領域發光 發熱 而你卻把業餘的時間不放在這裡 而跑去做一份可能也許一百二甚至 了不起頂多兩百的實心的工作 我認為要在那個領域成為專家 或成為專業領域 專業人士 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情 好這是我的回答 謝謝各位 有有有有 我深表認同 重點是在你選擇的工作 對不對 好接下來 正鋒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彥東 OK換我了 OK 我覺得有農農的火藥味 摩刀霍霍 他在摩拳插掌 沒有 我們就不要和諧了 好和諧了 那我想請教彥東的是 其實我們 包括我們自己或過去 或是身邊有一些周遭的朋友 其實我看他們也非常認真 非常努力 甚至不只兼兩份 兼三份 甚至兼四份 可是如果 可是長期看下來 一個兼了那麼多份工作人 卻依然沒有辦法 擁有他想過的生活 那請問 這樣子的兼差 到底值不值得 這時候我想請問彥東的 這位 我很辛苦的兼了四份工作 那為什麼我的生活 還是如此的淒慘 是這個意思嗎 沒有人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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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讀太多了 你解讀太多了 主持人都流汗了 好那 那對我而言我覺得 這應該是選擇平台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 這份兼裁工作 是屬於體力性的 勞務性的 就是說 我下班之後 我去 我去 邊境商店打工 我下班之後 我去開計程車 這是屬於勞務性的 當你要選擇兼差的時候 我覺得 平台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今天能夠建立一個 花下班的時間 去建立一個平台 在你需要 陪伴家人的時候 在你有一些事情 需要去處理的時候 這個平台的收入 還會源源不絕的 依註你 所以我覺得選擇平台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兼差 看你要接哪一部分 所以這是以上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兩位 那我們在交互問答的部分 火花四射 還好已經結束了 最後我們就進入結論時間 我想一下我們外公 阿公阿嬤那個年代好了 阿公阿嬤就是 早上出門去種田 到了傍晚的時候 就回到家裡 然後在科技不發達的年代 阿公跟阿嬤就是 睡覺了嘛 然後生了很多 爸爸叔叔嘛 他們沒有所謂娛樂 那我相信他們的收入 絕對可以符合 當時他們那個年代的需求 可是到我們爸爸媽媽 這個年代的時候 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爸爸媽 只要認真努力工作 他不用兼差 他的工作就可以去 cover到他現在的生活方式 可是到我們這輩的時候 我們大學 有的年輕人甚至有學代 他一畢業之後 就開始領了22K 然後呢我們花費也變多了 所以我們的收入 沒辦法去符合 我們日常生活所需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是要趁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有體力 我們有想法 我們是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好好的 就是思考一下 我們的未來出路在哪裡 而不是待在家裡 我今天上班好累好辛苦 誰上班誰不辛苦 我相信真正的有錢人 他之所以有錢 是因為在我們休息的時候 他去做了很多 跟賺錢有關的事情 這個東西是騙不了人 相信嗎 如果今天在家裡 可以讓你 待在家裡看電視 上網 玩手機 可以讓你增加很多的收入 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就繼續待在家裡就好 可是我 我非常明確告訴大家 如果這樣子可以讓你增加收入 你記得找我去你家 跟你一起刷手機 跟你一起上網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這 謝謝大家 那各位我今天在最後 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雖然我今天是站在反方的立場 但是剛剛那個隨便一問 99.99%的人都過兼職工作 對不對 包括我自己個人也是一樣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的是 我今天並不是單純反對 兼職這個行為 或是這件事情 我反對的是 我們在兼職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正確的動機 跟目的性 最後用一點我的故事 跟各位分享 我當時選擇創業 也是希望讓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但是各位都知道 創業有一開始就 平步清雲 馬上損益平衡嗎 可能沒有嘛 所以我必須在那個當下 還沒有辦法在我的事業穩固的時候 我必須有一個暫時性的收入 而我非常清楚知道 這個暫時性的收入 我必須要透過一個堅持的工作 所以最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如果當你有一天 不得已的情況下 你要堅持的時候 請一定要好好思考一下 你堅持的動機 與目的性 到底正不正確 好 以上是我的論述 謝謝各位 其實他們兩位 不管是正方或反方 他們都在闪述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叫做什麼 叫做大家要追求美好的生活 對 那在追求美好的生活的同時呢 贊成兼職的會就是 燕東他就會往物質面去說 對 那然後正方呢 他是從精神層面去論述 但是這兩邊呢 其實都是我們想要的 因為這兩本存責 我們哪一本都不想變成貧窮 對 那所以說我覺得 他這當中他們提到了一個重點 也是我非常贊成的 別忘了你要兼職 不是可以或不可以 而是你有沒有找到正確的 你要兼職的工作性質 也就是剛剛那個燕東有提到的 你找到你是不是用智慧去找那個平台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你在兼職的同時 你對於你未來的目標 你是有去規劃的 然後你這當中串接起來的話 你不管是身心或者是你的物質 其實都可以滿足的 所以堅持好不好 其實呢 我們要看 我們要追求怎麼樣美好的生活 謝謝 謝謝 Joe 好 那無少也賤 而且很賤的高仁俊 你聽完兩位演說家 有什麼想法嗎 不是 同文 你知道我們 我們其實很少有那種熱血沸騰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今天很熱血嗎 他們兩個講完我超想站起來講 因為覺得好像坐著講書 沒有 你已經被給名好幾次了 我講我的例子好了 其實我覺得他們兩個剛剛所講的 其實都是我為什麼要做兼差王的原因 因為我想要有好的生活 對 然後我也希望能夠透過兼差 然後賺到很多的錢 透過這個環境 當然你專心在這裡是很棒的 可是如果你不外面走一走 闖一闖 你怎麼會知道什麼是適合自己 所以我覺得剛剛有一句話真的是很棒的 就是說選擇平台 怎麼樣選擇一個好或不好 講實話 20年前 我也不會想到我會當名嘴 等到我今天有一天坐在台上 坐在電視機前面 我突然發現到 原來我以前覺得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它全部都成為我未來 在成為這個工作上面 很棒的一個助力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那個過程 其實我是很享受的 非常謝謝袁俊 聽完兩位評審他們自己對於 這個主題的分享之後 最後我還是要請我們兩位的演說家 我們到台前來 最後我們還是要請評審 感覺上其實兩位的說法論述 你們其實都讚同 但是還是要請你們選出 今天你們心目中的大演說家 我們是不是先請Joe 因為我比較注重身心的那種滿足感 所以我就投給鄭峰 鄭峰 恭喜鄭峰 那仁俊呢 其實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 他的 就贊成堅持的這個論述 其實他有打動到我的心 因為他講到了我過去曾經有的 那樣的一個歷程 所以我要把我這一票 投給 彥東 哇 謝謝 那其實兩位我覺得他們講到最後 其實還是有一個地方我覺得是共通點 就是剛剛我們所講到 就是如果你要兼職的話 你的兼職的選擇很重要 對 如果今天他只是一個勞力的工作 每個小時都好實心的話 那也許對你的未來不見得有幫助 但如果你選擇的一個兼職 他未來有可能會成為你創業的機會的話 那或許這個兼職 是我們可以值得來投資的 有一個更讓人覺得殘酷的 就是李開副 李開副董長他之前說 未來95%的人力的工作 會被AI所取代 那未來我們到底要做些什麼工作 大家認為 未來最不容易被取代的工作 就是靠創意 靠溝通 靠說話 這些東西 將是最難被取代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在座的五位 至少應該暫時都不會被取代 非常感謝今天所有我們現場的來自朋友 我們尋找台灣大演說家 歡迎大家下次來挑戰 謝謝大家 掰掰